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五个常用字的草书写法 那么我们直接看第一个 还是先把它的形态先写出来 第一个呢是这个玉 教育的玉 下个点 整个三字符 这是这一个字的一个形态写法 那这个字的草书呢其实比较简单 那么草书在书写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点省掉 那么横撇折直接连带下来写这一个竖画 横着勾正常写 这里呢也可以写成这样的三字符 或者是呢以一个点去替代 那么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注意一下 我们写形态的时候这个横画往往会长一些 下面这个月呢要写舒展一点 主要是上下拉高 那么在草书书写当中也是一样的 第一笔和第二笔呢要分开 点横分开 点横 然后撇折直接回过来 竖横折 勾 一个点去替代就可以 当然写成三字符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这个玉子的一个草书写法 它的识别度呢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可以正常用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听 听说的听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简体的一个形态写法 听说的一个形态写法 那它这个字的草书呢 是通过它的繁体演变过来的 识别度呢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这里呢也写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 繁体的一个写法 先看繁体楷书 啊 这是这一个字的繁体楷书写法 它的这个草体呢 就是通过这个楷书也没有来的 它不能说是通过楷书也没有来 它是接近于这个那个繁体 从繁体也没有来 那在这个地方呢具体怎么来的也不得而知 我们直接写 点之后 拐一个弯 挑过去一个大圈 再一个小圈 最后一点 最后这一点呢可以知道的是 它是替代了这个新字底的一个写法 那这种写法呢它的识别度不是很高啊 那么我们正常用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去写 左边像一个N的感觉 很竖画 啊原来的这个撇画平撇直接以一个 横去处理 再来刘畅写一下 啊听的一个写法 好 那么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是商业的商 商业的商呢 我们还是先看形态 这个商字和上面这个玉的一个写法呢 其实比较接近啊 就是上面这个横画会比较长 下面这个部分呢会窄一点啊 如果把上面这个横写短了整个字肯定是不好看的 那我们再刘畅写一遍吧 那我们再留上写一遍吧 这里是一个下钩点 前竖短后竖长 啊 商的一个形态写法 那它的草述呢 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呢 稍稍有点变动 点撇就是竖横折勾 然后再写 里面这个像 巴啊 和口的这个直接引两点去替代 甚至直接绕个圈去替代就可以 竖 横折勾 点片 啊 这个写法 就是这个商的一个操树的写法 我们再来一遍啊 商 操树 那么在这个横折勾这块处理呢 还可以远转一点 我们处理远转一点 看一下 那这么去写 也可以啊 其实草述竖短主要讲实转 对吧 其实远转的用笔更多一点 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反字 还是先看新凯 和凯树比较接近 对吧 那么我们在行凯树写当中呢 这个那会儿也可以做反大处理 做反大处理啊 那这两种写法都可以 其实啊 它的这个草述写法和这个差不多 我们前面呢 就是写这个听的时候 右边这个金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平撇做横处理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个反字当中也一样啊 在行 在草述当中就是这个 直接做横处理 横 撇 这样就是这个反字的写法 草述写法 那这种写法呢 识别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怎么用的话 平时呢也可以这么用 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是柱啊 柱宅的柱 柱宅的柱呢 我们前面应该学过这个网字的写法 网字呢 我们一般在这个刷人旁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这样一个挑钩的形式 对吧 其实这个挑钩它往往也可以替代这个刷人旁和单人旁啊 还可以替代什么 替代沿字旁 但是柱这个字呢 一般在用的时候 在古铁当中能查询到呢 用这种写法的比较少啊 左边还是一个单人旁的处理方式 啊 这样子的 撇可以长点 竖短点 点横分开 啊 在这里还是得注意一下它的这个横间距啊 尽量差不多 好 好 最后呢 我们把这几个字一起写一下 第一个字 欲 欲字 第二个 听 听 第三个 声 第四个 翻 第五个 住 好 今天关于这五个字的一个草书或者行草书的一个写法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